在翻锁系统的制作中 很多绳索都需要在外面缠绕一层细绳 下面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制作方法 首先把缠绕用的绳子固定 这里使用的是套材里面的二号绳 然后手拿着需要缠绕的绳索 先在上面缠几圈 然后在绳索上刷上一些比较粘稠的白胶 边刷边进行转动 让绳绳一圈圈的缠绕到上面 在上面缠绕到上面缠绕 下面再介绍一下滑轮的捆扎 这个滑轮是一个比较大的双柄滑轮 一般用在翻横的中部 供翻横的升降所使用 所用的绳索也在外面缠绕了细绳 首先把绳索对折 然后再对折套在滑轮上面 再把单独长的一根反折回来 在滑轮的根部捏紧 用二号绳索进行绑扎 缠绕数圈之后 打结祭牢 用胶水加固 然后把多余的绳头剪掉就可以了 在滑轮里面缠绕 用绳索将绑扎好的滑轮 绑扎到翻横的中间 在滑轮里面缠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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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绳索的颜色 用筒的颜色 在滑轮里面缠绕 在滑轮里面缠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面再来看一下翻横上其他滑轮的绑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绑扎好的滑轮套在翻横上 现在来制作翻边绳 将配套的缝纫好的翻 按照编号放到1比1的图纸上 用笔在需要制作翻边锁环的地方做出标记 将翻边绳用缝衣针穿上细线 均匀地进行缝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缝制到标记处时 把绳索反转 形成一个小圈 然后连续缝几针加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翻边绳缝制一圈 最后交汇的时候 两端少许重叠 用线缝紧就完成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翻横在安装以前 需要先绑扎一些滑轮 以及安装脚踏锁 具体安装位置和数量 可以参看翻锁系统分解降图 有一些绳索 可以在没有将翻横 安装到桅杆上之前 先进行安装 这样 可以减少一些后期操作的麻烦 例如现在所展示的收翻锁等 这艘船的档杆 由上尾而加价 中尾 下尾 三段组成 另外 还有中尾尾楼和上尾尾楼 我们以主尾为例来进行制作 首先制作主下尾 下尾的前面 有一个半圆形的木板 叫做鱼尾板 另外两侧 还各有稍短一些的 尾杆甲板 用来承托甲板和围肩 找出套材所配的成品鱼尾板 并把它打磨光滑 在维杆祥图上 量取鱼尾板的位置 然后用豹子将安装部位 爆出平面 用错刀进一步加工平滑 并用相同的办法 把两侧安装维杆甲板的平面 也加工出来 同时要注意 维杆的上部呈方形 具体尺寸和长度 可在维杆祥图上量取 按照图纸上的尺寸 在维杆上比对 在维杆甲板上标注记号 把甲板和围肩 放在维杆甲板上 画出甲板下端圆弧的形状 把多余的维杆甲板去掉 并加工成适合甲板的形状 加工好以后 把维杆甲板和甲板 以及维杆粘接在一起 把打磨好的鱼尾板和维杆粘接在一起 鱼尾板上端方形的地方 和维杆上端方形一段的最下端平齐 然后把两侧的甲板也粘贴上 甲板的高度和鱼尾板平齐 按照图纸所标注的位置 用绳索在维杆上绑扎 按照图纸所标注的位置 用发黑的2毫米铜片 制作安装维杆上的豹菇 用铜丝制作豹菇 用铜丝制作豹菇 安装在有绳索的豹菇 部分的上下两边 适合屁面 为了这种土豆 用铜装做好 用铜装作豹菇 一些形势 用铜装滑鱼 所谓的豹菇 按照图思讯 不要估论 minority 有点 可以 在围杆上端方形处的四角 粘上防擦条 每个角的两边各一根 下面来介绍一下中尾的制作 中尾上主要有上端用来安装中尾尾楼的支架材和下端的尾角 套材中提供了雕刻成型的尾角 有兴趣的爱好者可以进行升级改造 首先把两片尾角的接触面打磨光滑 然后粘接到一起 使它的截面呈正八角形 把套材所配的成型尾杆截掉尾角的长度 然后将端面打磨平滑和尾角结合紧密 在尾角的顶端和尾杆的下端中间打孔 用来安装增加结合强度的木栓 截取一段牙签作为木栓 涂胶后将尾角和尾杆紧密结合在一起 要注意上下段方向的一致性 下面来安装尾栓和滑轮 围栓是用来将尾杆固定在尾楼井子架上 使尾杆不会往下坠落的木栓 滑轮的作用是提升或降下尾杆 滑轮的安装和前面所讲过的一样 围栓只需要在尾角打合适的孔 将配套的尾杆打磨光滑 穿过去就可以了 所需要注意的主要是它们在尾角上的方位 要注意尾角下部是朝船头的方向凸起的 制作的时候要格外注意 下面我们再以上尾为例 介绍一下尾楼支架的制作 首先我们把套材里面的尾楼支架材打磨 粘贴在尾杆的上部 粘完后用错刀打磨 主要是把下部打磨成和尾杆基本一样粗细就可以了 下面开始对圆杆进行组装 先来制作尾菇 把两层下尾尾菇粘贴在一起 把尾楼套在做好的下尾上 然后把中尾的尾栓放到尾楼的尾栓垫片上面 把两半尾菇卡到下尾的上端进行夹阻 调整合适以后 把尾菇和中尾固定在一起 在尾菇上安装九字钉 用铜片制作尾菇上的爆菇并钉上铜钉 制作中尾尾楼 中尾尾楼比较简单 只有两根纵梁和三根横梁 打磨后组装粘接即可 把做好的尾楼穿过中尾 坐落到支架材上 然后把上尾连同尾菇一起进行夹阻 在往船体上安装尾杆之前 先要把侧支锁的上端套在下尾的尾头上 每一根侧支锁的上端都需要用细绳进行缠绕 然后扎成锁套 套的时候要按照从前往后左右交替进行 比如 第一根套在上面的是侧支锁朝向船手方向的第一根 然后是船体另一侧的朝向船手的第一根 然后是第二根 这样依次进行 下面来介绍一下侧支锁以及绳梯的做法 围杆的侧支锁上面绑有横锁 俗称绳梯 方便随手攀登 侧支锁的下端通过两个三眼滑轮之间的短锁 跟船体外侧的细锁板连接起来 首先将侧支锁临时固定 形成一个套环 然后把滑轮套在里面 调整滑轮的高度 注意 侧支锁上的三眼滑轮方向是上面一个孔 下面两个孔 而细锁板上的滑轮方向正好相反 请不吝点赞订阅 调整好以后 把滑轮绑扎在侧支锁上面 详细图片可参看分解详图 然后用短锁 把两个三眼滑轮连接起来 需要注意的是 整个侧支锁的滑轮高度要一致 短锁要充分拉紧 不能松弛 不吝点赞订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侧之锁横锁 也就是绳梯的绑扎 绑扎绳梯所用的绳结 称作丁香结 大家可以看分解详图里面的细节图 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打结的过程 先将绳子在侧之锁上绕一圈 然后再把绳头从侧之锁后面绕过来 绳头穿过自身形成的圆圈后拉紧就完成了 绑的时候要注意横锁不要拉得太紧 也不要太松 让横锁有自然下垂的感觉即可 下面来介绍一下船翻绳索的走向 翻锁系统有非常庞杂的绳索 看起来好像一团乱马 其实每一条绳索都有它特定的功能 套材里面专门配置了翻锁系统分解详图 里面有详细的各条翻锁的编号 名称 以及各条翻锁的走向的分解图和翻锁细点的图纸 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条绳索 属于主尾下翻拢翻锁 我们可以找到分解详图的第14页 这张图上面标明了所有拢翻锁的走向 所使用滑轮的个数 大小 以及所使用的绳索编号 在第15页上面 则标明了所有拢翻锁的细点 其他张翻锁 升降锁 收翻锁等等 所有动锁及静锁 都可在分解详图中找到相应的页面 是 谢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